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苏Ibreeze語言學校的中文經理 我叫Christy 然後我待會會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有關於我們學校 還有現在菲律賓疫情後有什麼改變 然後還有分享一些我自己讀書的經驗 那我今天的主題是如何讓學英文變得有趣 那就是首先我們都知道 英文對我們來講應該是一個又愛又恨的存在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很重要的語言 但是可能在我們的教育過程中 有時候是被逼著學英文的 所以大家對於學英文這件事情或多或少 可能都有點排斥 所以我今天放一個比較輕鬆的方式 跟大家介紹說 怎麼樣學英文可以變得比較有趣這樣子 好 首先就是大家提到學英文 都會想到可能去歐美國家去美國 英國 澳洲 那很少人會第一個就想到菲律賓 而且當有人提到說要去菲律賓學英文的時候 每個人的大部分人的第一反應是 為什麼要去菲律賓 然後以下這些就是大家會有的問題 菲律賓人的英文好嗎 有沒有口音 然後老師講話聽不聽得清楚 然後再來就是菲律賓 我們印象中環境不是很落後嗎 然後外面不是很危險嗎 現在菲律賓是強制合法化的國家 出去外面會不會很危險 再來就是老師的素質跟教學品質是OK的嗎 再來最後最重要的就是 費用有沒有比較便宜 所以我待會的講座大概會要這幾個重點 還有我們學校的強項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首先就是要先介紹菲律賓的優勢 因為殖民文化的關係 菲律賓分別被西班牙統治了300多年 也被美國統治了將近50年的時間 所以第一個是他們的官方語言是英語 所以我們在外面不管是買東西 招牌甚至是餐廳的菜單 其實都是以英語為主的 所以應該是說在菲律賓這邊 他們雖然有當地的傳統語言 但是以外面在交流 包含你去買東西跟計程車司機對話 基本上都是用英語溝通 外面的路人的英文其實都有基本的水平 再來第二個菲律賓的優勢 就是我們一對一課程很多 相對於有美國家 因為最大的原因是師資人力比較便宜的關係 所以菲律賓可以提供很大量的一對一的課程 再來就是因為菲律賓的原學校 大部分都會配置宿舍跟餐廳 以食宿跟課程全包了 而且宿舍的部分通常配置打掃跟洗衣的服務 所以學生來就是專心的讀書 不會有後顧值游 不用擔心你的山餐跟住宿 甚至是洗衣服房間打掃這些 最後一個就是菲律賓 因為是海島的國家 所以他大概有7000多個島嶼 不同的島像這個是宿物 然後這個是最有名的薄荷島 然後這個是看金沙 這個是碧瑤的山莎 所以不同的城市特色鮮明 像有的城市 因為之前是美軍基地克拉克 所以他們有很大量的外師 不好意思 那像碧瑤的話有很多 專攻亞斯的學校會在那邊 所以想要閉關的學生就會選擇碧瑤山莎 那像我們學校位置是在宿物市區 而且是在市中心 所以針對想要同時體驗 遊跟學的學生就會特別喜歡宿物 再來這個就是大家很關心的 疫情之後菲律賓的改變 那還適合來菲律賓嗎 所以第一個就是 如果我真的在這邊生病了 這邊的醫療系統跟水平怎麼樣 那我待會後面會提到我們學校的地理位置 因為我們在宿物市區有兩個很大的醫院 第一個叫做UC-Med 第二個是崇華醫院 那這兩個離我們學校的車程大概都 10分鐘左右 而且UC-Med有我們的校醫注點在裡面 所以只要學生包含一般的小感冒 甚至是出去玩有受傷 我們都會先聯繫UC-Med裡面 我們學校的注點醫生 然後先預約好之後 直接讓學生過去 可是因為他是韓國人 是韓國醫生 所以通常台灣學生的話 我都會陪同去就醫 那崇華醫院的話 他目前是沒有我們學校注點的醫生 但是就我個人就醫的經驗是他 相較於UC-Med比較方便一點點 因為這邊菲律賓看醫生的流程是 沒有註冊的櫃台 你就直接到醫生的診間去 那醫生診間看完之後 他會開單子 請你到櫃台去付費 那通常菲律賓的醫院也不會直接給藥 所以你櫃台付費 然後醫生會跟你說你要去買哪些藥 你就要到外面的藥局去買 但是崇華醫院他的流程是 他大部分的診間 他都可以直接跟你收費 而且醫生都有備基本的藥 所以兩個醫院都各有特色 那兩個醫院我都去過 那再來是藥局的部分 Rose Pharmacy 他是菲律賓連鎖很大的藥局 應該說是藥妝店 裡面基本上 你只要有醫生開的處方簽 你都可以在Rose Pharmacy 買到你藥的藥品 而且一些生活的必備品 像是衛生紙 一些沐浴乳洗衣 洗衣精這類的 都可以在Rose Pharmacy買到 再來第二個是 如果真的不幸在菲律賓染疫了 那隔離要怎麼做 那以現在菲律賓政府的規定是 他沒有強制要求隔離 但是只要有確診的話 他會建議一定要隔離 那我們學校的做法是 因為我們學校有配置宿舍 所以只要有確診的話 我們會請學生移到單獨的單人房 然後我們最少隔離7天 那我們會三餐會送餐過去 而且請學生每天早晚兩次 要量體溫跟經理匯報 那因為7天之後 因為其實過了7天 病毒的傳染性就比較 就基本上是沒有了 所以目前學校的隔離政策是 過了7天就可以解隔離 那這7天之中 因為我們考慮到可能染 就是有確診不太舒服 所以我們不會提供上課 那我們是隔離完之後 用補課的方式 好再來就是因應疫情的關係 因為在疫情前 菲律賓大部分的學校 都是實體課程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學校必須要生存 所以很多學生 很多學校會轉開線上課程 所以這個優勢就是 如果你在這邊學了覺得還不錯 你畢業之後回台灣 你可以繼續報名學校的線上課程 銜接下去上課 所以這三點是疫情過後 菲律賓比較大的改變 而且是大部分學生比較重視的點 好在這邊 就要講到費用的部分 那這個是費用表 以菲律賓跟一般歐美國家來講 首先第一個是學費 這邊的課程有分一般的ESL課程 然後多益雅思或甚至是商音課程 那以四周的學費來講 一般都介於2萬到6萬 基本上5萬或6萬以上 除非你是專攻線上班 而且是很密集的課程 不然大多數的課程 一個月的學費會介於2萬3萬 甚至是4萬以下 那歐美國家大家都知道 都是就是最少要10萬塊以上 在第二點是食宿的部分 學校的宿舍裡面就含了三餐 含打掃 那一樣每一個月 大部分學校會配 從單人房 雙人房 三人房 甚至是四人房 所以根據不同的房型 有不同的價格 那歐美的話 大部分的學校是沒有含宿舍的 所以大部分學生是要自己找Homestay 或是校外宿舍 那這個就會影響到餐的部分 可能Homestay Homestay 只會包一餐或甚至是不含餐 那再來第三點是娛樂的部分 因為菲律賓是一個 人均消費跟收入比較低的國家 所以像我們在外面吃一餐 大部分500塊批索 所以大概2到300塊台幣 就可以吃到很好了 所以以一個月的消費來講 1萬到3萬 3萬算是可以過得很奢侈的生活 而且因為菲律賓像素物我們有很多海島 所以包含薄荷島 番薯島那些大家聽過很漂亮的島 一個兩天一夜 甚至三天兩夜的行程 大部分都是100美金 差不多都是3000到3500台幣 就包含全部的行程 包含接送旅遊 司機導遊 然後可能含一餐或兩餐這樣子 那這個也會 就是歐美國家大家都知道 可能娛樂消費上就會比較高 所以其實總共加總下來 其實基本上5萬塊就可以含了 學費時速 再加上生活娛樂就可以過得還不錯了 所以這個是基本幫大家先整理的 大概的開銷 再來我就要介紹我們學校 那我們學校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個是我們很重視口語 因為其實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們在台灣包含文法單字 我們都可以自己讀 但講的這件事情就是比較困難 因為我們在台灣可能比較少 能夠找到可以跟你對話的人 所以大部分的台灣學生 在口語這部分會稍微弱一點 所以這邊的學校 像我們學校就很重視口語的課程 第二個就是我們學校是有外師課的 目前是一名外師 然後是美國籍 所以我們有指定的課程裡面 有包含了外師課 第三個我們學校的特點 就是我們的地理位置 我們在樹務市的市中心 在正中心的地方 基本上現在菲律賓樹務的語言學校 好像就只有我們的地理位置 是在正中心 再來就是我們的經理團隊 我們的經理是從學代辦接洽 包含問房況問課程 就是跟我這邊接洽 到學生之後報名 來到學校之後 也是由我負責照顧 所以我們是從頭到尾都是同一個經理負責 所以就是會比較了解學生的所有狀況 而且是第一手的資料 好 再來這邊就要講到我們學校的地理位置 第一個這邊是 它是學校附近一個很大的廣場 那裡面包含有超市 韓國餐廳 韓國餐廳的餐廳 然後理法院 理法廳 美容室 然後健身房這邊都有 那距離我們學校過去 車程差不多10分鐘不到 那第二個就是很有名的IT Park 它是樹務的IT公司 就是很多外商公司的聚集地 所以那邊會是一個小型的商圈 那有很多的外國的餐廳 然後有很多網美咖啡廳 那每週四到週日的晚上會有夜市 那這個距離我們學校是最近的 車程大概5分鐘 那第三個是 目前樹屋最大的商場 叫做Ayala Mall 那它的夜景很漂亮 而且它真的很大 裡面很多東西可以逛 基本上我們在台灣看到的名牌 就是一些我們額收能箱的牌子裡面都有 然後有電影院超市 而且最重要的是換錢的地方 因為樹屋這邊不流行在銀行換錢 所以大部分都是學生 自己到民間的換匯出去換錢 那就我們比較下來不同地方的換錢 結果是Ayala Mall 裡面有一家有其中一家 如果你們之後來我學校 我再告訴你們在哪裡 有其中一家的匯率特別的好 所以只要學生來我都會跟他們說 要去那邊換匯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SMO 這個是距離學校走路就可以到的 他是比較當地的很大型的商場 那一樣是有電影院超市換匯的地方 SMO跟Ayala Mall 兩個比較像 都是屬於大的百貨公司 所以我們學校剛好在Ayala Mall 跟SMO的正中間 所以到哪個都很近 所以這是我們學校其中一個優勢 就是喜歡都市生活 不太喜歡太偏僻的學生 就可以挑我們家 好 再來就是我們學校的另外一個特色 第一個是我們除了白天上課 上課以外 我們希望學生是在全英語的環境 所以我們會包含有室友的部分 我們會分不同的國籍的室友給學生 再來就是 我們有最高一天是有八堂課 包含有一對一小團體跟外師課 然後最後是我們所有課程都結束之後 我們會有選修課 這個是免費的 那我們現在的選修課有單字課跟英文格 好 那接下來就要講到我們學校老師的訓練模式 我們學校老師只要是有空堂的時候 我們都會把老師集合起來去上課 所以當學生遲到或請假 我們不會讓老師閒著 我們會老師集合進行培訓 再來第二個是我們每個月都有老師的月考 那我們月考的最後五名的老師 我們會有約談會有特別的集訓 再來是每週 我們每週六的上半五 我們會有老師的上課 那我們現在是專攻在多一根雅思課程的培訓 因為我們學校明年起的目標是 我們學校所有的老師都要具備 教授多一根雅思的技能 所以這個是我們老師的培訓系統 接下來這個是我們學校 從學生接機到進來考試 然後包含說明會上課 到畢業典禮整個的流程 那個最特別的地方是我們有新生面談 我們學校每個禮拜的禮拜五 我會跟新生做一對一的面談 包含了解他們的學習狀況 適不適應環境 氣候飲食等等的 這邊就是我們學校大致上的課程 有分一般的ESL課程 多益養師的課程 然後跟青少年18歲以下 還有就是針對商音的部分 所以這邊大家都可以看到 以學費的話 基本上學費加住宿費 一個月都介於五萬塊以下 再來這邊是課程的介紹 我們的ESL課程有三種 第一個是Power ESL 它是密集度最高的課程 有六堂一對一 然後一堂小團體 一堂外試課 那會挑這種的學生 大部分都是可能 大學生或者是剛畢業的新鮮人 或者是年輕人 因為我們還沒有脫離學生時代太久 我們可以接受比較高強度的 就是一天八堂課 甚至九堂課的課程 再來第二種是Light ESL 不好意思 Light ESL它比較偏向會選的族群 大多都是想要體驗生活的 所以他們不希望課程的密度太高 然後希望遊玩堅固 通常會選Light ESL的年紀 會以中重年居多 再來intensive speaking 因為它口說有兩堂 所以這個的族群 會是可能有商務上溝通的需求 然後而且他不喜歡團體課 他想要比較多的一對一的課程 他覺得跟其他學生一起上課有點害羞 所以就會選這個 因為他沒有團體課 所以我們光ESL就有三種 那不同的族群都很鮮明這樣子 再來就是多一跟雅思的課程 我們學校多一跟雅思的課程 每週的週五都有一次的模擬考 那我們現在正在規劃新的課程 預計明年 我們會有新的課程的改動 再來就是兒童英文的部分 我們只要未滿18歲的學生 我們都會提供兒童英文的課程 然後這邊還有商務英文 是有商務上的需求 包含有商務上的信件的書寫 然後商務上的溝通 一些談判的技巧等等的 就可以選商務英文 再來就是我們學校很重視遊跟玩堅固 所以我們在學校裡面 我們之前十月底的時候有辦萬聖節活動 那現在我們開始在準備聖誕節的派對 在下週五的下午 那大家可以關注我們的臉書 我們會把相關的活動花絮 在上面 再來就是我們有演講比賽 志工活動 這個是學校會舉辦的 那旅遊的部分 我們有數目的溯溪啊 金沙跳島一日遊 所以其實我們學校沒有強制的自習 或者是模擬考 或者是每日的單字小考 因為我們雖然是斯巴達的學校 但是我們並沒有強制 學生要做自習 或者是考試的目的 就是我們希望學生在 用比較輕鬆的方式學英文 所以我們很鼓勵學生 只要週末 就是都出去玩去體驗生活 用生活中學英文 這一點會比較 就我們的經驗進步的幅度 通常都很大 好 這邊就是我們學校的一些花絮 這個是我們有舉辦志工活動 然後有溯溪活動 然後這個都是 逝去的一日遊啊等等 去高娃山啊 去看金沙 然後去跳島等等的 所以其實我們學校 學生因為臨近都市的關係 所以其實學生的 課後生活其實算還蠻豐富的 那這也是我們學校很大的中指 就是我們在不鼓勵學生 強制讀書的情況下 我們希望他們從生活中學習 所以下課之後你就跟朋友出去玩 多跟室友交流 不自覺中就會進步 那第一個問題是有學生問說想要了解 現在入境菲律賓的規定 打包裝是可以入境的嗎 那疫苗證明是可以用台灣的小黃卡嗎 OK好 現在菲律賓的入境規定是 只要打了第三劑疫苗 就可以不用做PCR 然後 不用做PCR 但是要提供打的證明 那像我當初我進來的時候 我是因為 衛生 那叫什麼 衛福部他們有提供網路上申請的 就是你可以拿小黃卡 或者是你可以網路上申請電子版的 那基本上海關就出示那個給他 甚至是你到有些比較著名的旅遊景點 他也會要求你要出示打疫苗證明 所以我這邊會建議 只要有打三劑疫苗 就來第一個是不用 不用再做PCR 不用任何的檢測 第二個就是去衛福部 他們的網路去申請線上的疫苗的證明 那包裝的疫苗現在目前我們沒有限制 就是只要是有第三劑的 就都可以 那如果沒有打滿三劑的話 就是要PCR或是快篩 對嗎 對就是要48小時前PCR 或者是24小時的那個 那個 快篩 對什麼 抗原檢測 OK 好 那還有一個問題是有學生問說 頭痛藥之類的平均多少錢 你這邊會知道嗎 OK 其實老師說藥這種 我這邊會建議從台灣自己帶 因為菲律賓的藥 我這邊目前吃的經驗是 其實強度會稍微強一點點 那可能 因為 我們畢竟是台灣的藥 我們會吃的比較習慣 所以我們 通常都會建議學生來之前 先自備一些普拿疼 通常普拿疼 或者是一些那種福茂熱飲 大部分都可以解決所有的情況 那如果真的要的話 像我個人的經驗 去醫院 因為你看完診之後 醫生會開診斷書給你 那他的診斷書上面就會有寫 建議說吃什麼什麼藥 然後要買多少 所以我個人的經驗是以7天的藥來 7天的藥的分量來講 大概就以200匹鎖 到350匹鎖之間 換上了台幣大概不到200塊 了解 好 謝謝 那下一個問題是 因為剛剛好像有提到 就是有線上課程的部分 那我學生問說 畢業之後回台灣上 線上課的話會有打折嗎 OK 這個部分就沒有 就是因為我們其實 學校的實體課程跟線上 我們是完全分開兩個平台運作的 所以我們目前 並沒有針對畢業回台灣的學生 針對打折 但我會去做努力的爭取 好 謝謝你 那還有一個問題是 有問說請問小朋友幾歲 是可以去讀的 可能有建議要上什麼課程嗎 那家長一起去的話 會需要讀書嗎 OK 像我們學校最低的入學年齡是5歲 滿5歲就可以讀 那5歲到15歲之間 一定要家長陪同 因為這個畢竟是國外 所以我們沒有把年齡拉得太低 很多學校可能是12歲或10歲就可以 單獨來 但是因為畢竟這個是不是在台灣 是另外一個國家 所以我們的規定是 5歲到15歲的小朋友 家長一定要一起來 那15歲以上就可以單獨來 但是我們學校的規定是 家長來沒有辦法單獨存培 一定要選課程 所以這個就可以選我剛剛說 有一個是Lite ESL 課程比較少 那小朋友的課程 我們一般會有Junior的課程 所以大人就選Lite ESL 那我們另外一個特點是 只要是親子來 我們會盡量把家長跟小朋友的課程 時間放在一樣的時間 所以你們會同個時間去上課 同個時間下課這樣子 OK 這就比較不會有 小朋友跟下課然後家長來放學 這樣子 要有一個情況 OK好 我看下一個問題是 有學生問說 學校每天都會有英文考試嗎 英文 我們現在是沒有 我們現在學校的強制考試 第一個是入學考 所有學生入學的禮拜一 上午要考入學考 然後再來就是一般的ESL 跟上英的課程 每四周會考一次月考 那如果你是選多益跟雅思的課程 是每週的週五 每個禮拜的禮拜五 會有模擬考 所以我們沒有早上跟下午的考試 那也不會說你的月考或模擬考 沒有進步啊 或成績不好 我們就限制學生出去等等 對我們目前的強制考試只有這樣子 莫尼考就是被解決的自我測試而已 對就是程度上的測試 好 明白 那再一個問題是有學生問說 商英有限制入學的程度嗎 那大概如果要求的話 是要多少程度才可以 OK好 我們商英有入學程度的測試 它大約會落在多益350分 但是大家第一個聽到350分好像很容易 但是就我現在的經驗是 菲律賓的考試比台灣的還要難 所以在這邊350分 換成台灣人成績可能到 大約要450分 甚至到500分以上 所以兩個選擇 一個是到我們學校入學的時候 直接考入學考試 那或者是你在台灣 你有考過任何的多益 甚至是雅思的考試 你可以提供給我們 只要你達到門檻 我們就可以讓你讀商英課程 因為我們學校的規定是 你只要入學門檻沒有達到 我們會換成其他課程給你 因為畢竟如果你真的太出席的話 有一些課程可能不適合 所以首先新生進來 一定要考商英的入學考試 如果過了就可以上商英 但是如果不過的情況下 你可以自己提供 你另外有之前考過多益的層級 當佐證我們也可以受理這樣 那我們沒有年限的限制 所以多益一般不是兩年的期限 但是我們目前學校的規定是 只要有考過考試 我們就都接受 就算超過期限也可以 那我想請問是假設學生 他是一開始抱商英 然後他已經過去 然後入學考試 結果發現沒有達到程度的話 他轉成其他的課程 那這樣子課程的差價是會退的嗎 還是就 不會退差價 不會退 所以我們其實非常建議 學生在來之前先去考多益的考試 因為多益現在是1200還是1500 那台灣考也真的比較簡單 因為這邊 不管是我們的入學考試 或者是多益雅思 甚至是商英的考試 就我的經驗看起來 是真的有稍微難一點 大部分學生一考完 就是可能他在那邊 他在台灣多一考了800 這邊可能只有500多而已 那還有一個問題是 有學生問說就是課外活動 學校的活動費用在乾是怎麼收費的 然後是每週都有活動嗎 我們現在學校的活動 分為那種固定節日的活動 像我之前有提到 可能聖誕節萬聖節的派對這種 這種就是除非我們有需要買禮物 像我們聖誕節這次有交換禮物 所以我們就會有訂一個禮物上線 想要參加的人就參加 那我們都會跟學生說預算多少 所以這個就頂多是買東西的費用 那另外一種是我們週末的活動 我們週末學校可能會舉辦跳島 或者是一日遊 甚至兩日遊 然後市區遊這種 這個一般的費用 一日遊的行程大概會介於3000塊匹索 2000到3000塊匹索 所以台幣大概差不多1500到2000 那這個就會包一餐午餐這樣子 那如果是週末兩天一夜的話 大約是5000到6000匹索 所以台幣大概是3000塊以內 那請問一下就是課外活動的話 經理也會去買一些 學生跟個時代團的老師一起去 我們會看學生的人數 如果學生很多的話 我們會有一名經理 然後跟老師陪同 那不然基本上 因為學生 因為這有個特色是 會參加的學生都是不同的國籍的 所以我們會盡量讓老師去 因為老師會用英文做講解 那經理頂多是隨行照顧 所以如果那一團我們會試情況 如果小朋友比較多 我們當然一定會放一個經理過去 或者人數比較多 我們就會需要比較多人手去協助 但基本上的導遊行程都是老師為主 了解 好 謝謝你 那這邊看到最後一個問題是 學生問說現在 學校的台灣人大概有多少年 比例大概是怎麼樣 我們到12月這個月底 我們學校的總學生數大概90位 然後台灣學生大概介於15到18 15到20位之間 那中國學生大概5位左右 那日本韓國大概佔了個30位 然後其他的有少數的族群 包含越南啊蒙古啊 然後甚至中東阿拉伯的學生 然後跟泰國這樣 ok 那蠻多國籍的 對我們最少目前 我們都固定會有7個國家的學生 ok 那我剛才想要請問一下 目前學校的小朋友多嗎 上那個兒童課程的新少年課程 從這一兩個禮拜開始慢慢的比較多 因為可能韓國他們假日跟我們 他們放假的時間跟我們不太一樣的關係 所以像我們上個禮拜 就來了三組的家庭了 就是一組韓國一組日本 然後一組從中國來的 所以目前我們學校的小朋友 大概是8到10位左右 ok 好 謝謝 那因為剛好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我們想說我們今天的講座就先到這邊 那如果大家還有其他的問題的話 可以在LINE上面再留言給我們 然後我們再做詳細的回答 那今天非常感謝VC帶來的詳細解說 謝謝大家 謝謝 那今天講座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參與 拜拜 拜拜 謝謝大家